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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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我們繼續看一下 我用盡量簡單 你們看那個就是說 到了興契集晚年 他的一個算是他的後輩 黃幹這個人 他所寫的一封給興契集的信 這封信流傳了下來 讓我們從這封信裡面可以知道 興契集所處身的時代 他所遭遇的困境 還有他永遠就是說不能死心 我上次已經說過 他把事情解決了 君王就不要他了 他又把他放回家去 但是等到又有需要解決問題的時候 又把他抓回來 然後事情完了又把他弄回去 永遠不需要他長久的留在朝廷裡面 或者留在一個官職上面 這是為什麼 所以這個你們如果有興趣 可以參考余英時先生的那本書 那是上下兩冊 非常寫得非常的深入的 叫朱熹的思想世界 他有一個附題叫做宋代士代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宋代士代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上下兩冊 秉承出版社出版的 但是這兩本書當然是非常棒啦 但是當然也有學者認為裡面有一些問題 但是這個我們不是專門研究宋代思想史的 可能也看不出來什麼問題對不對 那可是你要了解朱熹的話 那是一個非常值得參考的書啦 是這樣 為什麼我要說到朱熹呢 因為講到星系集的朋友他的郊遊的話 有兩個朋友 就是一個就是朱熹可以說是 比他大十歲的長輩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陳亮 這兩個朋友無論如何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就說到他的郊遊他太多了朋友 可是到後來不是郊遊零落嗎對不對 但是這兩個朋友在他的生平當中 是相當有份量 而且那個陳亮星系集寫了很多詞給他 那他也給星系集互相交流 他也寫了很多的詞給星系集 所以陳亮是一個比星系集還要倒楣的人 等一下我們就要講他為什麼那麼倒楣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先看講義裡面 就是那三個例子之後是第幾頁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頁數跟你們不一樣 就是下面有寫那個 架宣同時的後輩黃幹有沒有看到 他有一個於星架宣四郎書 就是給他的一封信 這封信留存下來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資料 他指出架宣 所以不能被當時的人所重用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 這是非常難得的一個資料 因為這種信啊什麼的居然會被保存下來 這是這封信是在星系集晚年的時候 他已經60歲過了 那個時候他又要被招去做官了 他又要應命出去了 大概是要做那個不見內帶的 他已經64歲了 應該差不多是那樣子啦 那黃幹就勸他不要去 勸他不要出來了 你就好好的在家裡 你那個隱居的條件那麼好對不對 你為什麼還要出來呢 那我們看他怎麼寫的 這封信你看 民工以果義之之剛大之氣 真一世之雄也 這是稱讚星系集你看 對一個文人 很少人會被稱讚這樣子的吧 果義之之剛大之氣一世之雄 所以辛加軒是英雄 他不是單純的文人 他英雄的氣概勝過文人的氣概 而義惡吹浮不死得以盡其財 可是朝廷那個上面的上司的壓力 是義惡吹浮是把你壓下去的 要吹責你 要讓你低姿態 不能讓你施展你的才能 所以不死得以盡其財 可是一旦有景 但國家有事情了 拔起於山谷之間 馬上又把你從隱居的地方拖出來 有事情就要你去解決 而偉之以方面之際 所以他做官有的時候是做得滿大的 你看湖北、湖南、江西、福建 都是做安撫使 安撫使就是軍政、民政都能夠管的 就像唐朝的捷渡史那樣子 所以他做過這幾個都是重要的官 可是每一個官都做很短的時間 有的不到一年 最多也不過兩年 就把他又去職了 可是他每次還是來 一招他就來 所以他為之以方面之際 可是你真的很好 民工都是稱心濟極 不以酒賢為煉 不以家事為懷 只一收到命令 不因為長久被摒棄 就說我不來了 我不要揮之急去、招之急來 我不來了 可是你不會 你不以酒賢為煉 不以家事為懷 所以我家裡也很多事 我不來了 他也不會 單車就到風財凜然 馬上就單旗任命就去了 風財凜然 以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 真是足以折衝千里之外 就是不管多大多遠的事 你都可以做決定 可是下面就一轉 文器一轉說 可是我勸你不要再做了 為什麼 因為興濟極這時候已經六十多歲了 他說雖然今之所以用民工 於其所以為民工用者一場深思之乎 這文章就寫到 這邊就是一個轉折語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如今用你的人 還有可以被你用的人 究竟是怎麼樣的 因為你出來做方面之際 你一定要用人 你手下一定要有人對不對 那誰用你 還有你有什麼人可以用 你有沒有想一想 如今的宋朝是怎麼樣 今之所以他說 古之立大功於外者 類不可以無所主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從歷史上來看 可以在外面獨當一面 不是在朝廷裡面被放到外面去 做獨當一面的大官的人 他們朝廷裡面 不能不有一個挺他的人 非常挺他的人 有所主 這樣子的話 你才可以讓你放手去做事 但是如果朝廷裡面沒有一個 真正信任你 真正可以放手讓你去做的人 那你做起事來 你一旦你他的做事 又常常不守唇墨有沒有 很容易事情做好了 就被人家彈劾 對不對 所以古之立大功於外者 類不可以無所主 今之所以主民公者何如哉 現在做你的主人的 究竟是什麼人 皇帝宰相 這些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呢 他說得非常的含蓄 沒有把名字提出來 對不對 提出來就要砍頭了對不對 類不可 他就說這些朝廷裡面的人 做你的上司的是什麼樣的人呢 這邊罵得很厲害 所以宋朝的那個時候的官員 黑白雜柔 閒不孝混淆 餘令滿前恆恩釋出 國且自罰何以罰人 你看 現在是怎麼樣 黑白雜柔 好的壞的 清的濁的分不清 閒不孝 好人壞人 通通混成一團 餘令滿前 當政者的前面 一大堆說好聽話馬屁精的人 對不對 魂恩釋出 魂恩就是不該施的恩惠 到處施 但是你不是他裡面的人 你就分不到啊 好處就分不到啊 位置也分不到 錢也分不到 對不對 好 這個還是簡單了 還有更多更多的事情 對 所以你們如果好好去讀那一段的歷史 你會更清楚 國且自罰何以罰人 一個國家裡面的人自己鬥自己 鬥得不得了 你哪裡還有辦法去攻擊敵人 所以這真的很悲哀 所以人不能從歷史學到教訓 是人從歷史學到的唯一的教訓 對不對 好 這個話我每次都講 對不對 你想沒有錯嘛 是不是 國家以仁厚柔訓天下世代夫之氣 所以整個朝廷的風氣 整個宋朝的風氣 從北宋到南宋就是儒家當道 叫文人重於武人嘛 所以要以仁厚 要仁 要厚道 這樣子才是純儒者儒家之道 對不對 柔訓天下世代夫之氣 把所有世代夫的那種英勇之氣 治國平天下的那種氣呢 都柔訓下來了 都變成都是非常柔弱的 而世代夫之論呢 素以寬大長者為風俗 大家稱讚的人就是很寬宏大量 是那個長者 文職彬彬的長者 這樣子才好 而江南的人物比北方又更不一樣 你是北方人嘛對不對 跑到南方來 南方呢本來就是雀諾 就是文人最重的啦 就是整個氣概就不是英雄的氣概 就不是重武的那種氣概 就是雀諾 而秦氏何義又從而消磨之 秦氏跟金彈劾以後呢 那整個那種想要恢復的那種制義 已經全部被消磨殆盡 岳飛被殺掉以後 其實岳飛那個時候 真的很有機會成功的 一定要把他招回來殺掉 那所有這些氣概全部被消磨殆盡 大家要不然就做縮頭烏龜 要不然就去迎風弄月對不對 通通不要管了 這樣 世代夫自是奄奄然不服有生氣 那這句話都罵得很厲害對不對 奄奄然沒有生氣了 那所以呢 文人與文章者多虛服 談文章的就一天到晚在講 怎麼樣起承轉合啦 或者怎麼樣雕琢詞句啊 就是在談這些談空所有 那麼談道德者就是這種 等一下我們就講到朱熹 朱熹和陳亮他們的辯論 我們現在人看起來覺得很好笑 可是他們那時候是很嚴肅的在辯論 談道德者又多居止 都是被他們所學的綁得緊緊的 在那個小圈圈裡面鬥來鬥去 所以你在這一群人當中 朝廷裡面是那樣 做你的主人的上司的人是那樣 黑白雜柔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用人呢 你下面要可以找到的人 真的找不到 幾乎想要找一個人 足以辭一道之印 即百里之命 以不可覆得 就是可以做一個縣令啊 做一個小小的百里嘛 就縣令啊 縣官啊 這樣子的人 拿一個官印給他們 讓他們把一個地方一個縣 治理好 恐怕都已經找不到人了 以不可覆得 何敢忘其相與 冒雙路犯風敵 以立不適之大功乎 那你還要想找到一個人 跟你一起願意在戰場上拚命的 你可以找得到嗎 所以你根本沒有人可以用 那你出來幹什麼 朝廷裡面做你的主人的人是這樣 你下面要找一個可用的人 又是找不到 那你出來做官 你會多辛苦 你可以成功立業嗎 對不對 慈樸所以又律夫 為民工所用者無其人也 所以你要用人 你也沒有人可以用 朝廷裡面又沒有你真正信任你 可以讓你放手去做的人 你幹嘛要出來呢 後來鄭老師引用了這篇以後 鄭謙老師他說 這封信還沒有完的樣子 你後面都沒有寫什麼人遁守啦 什麼人什麼什麼的對不對 都沒有完嘛 可是就沒有了 就是只有一個殘篇 不過他說他大概的意思 已經都很清楚了 所以他還是把他錄存在這裡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興契集所面臨的那個時代 是怎麼樣的一個時代 可是他就是不死心 他一召他他就出來 出來就要把事情解決 他做了很短的時間做大禮紹興 就朝廷裡面那個管刑獄的官 他把整個大禮獄裡面囚禁了很久 關了好久好久案子都不結 他才到任幾個月 他把那個大禮獄的那些犯人 全部把他出清 該做什麼決定就把他做什麼決定 你看看他就是這種風氣 你知道嗎 那跟蘭宋的人真是沒有一點相合的 所以大家就討厭他 那另外還有資料 就是清代還保存了一個 星駕宣的畫像的站 就是後面那個勃然其氣這個地方 那另外這個真屬妄用真虎可以不用 這兩句是的確是陳亮所寫的 那下面這個勃然其氣的這一段 究竟是誰寫的 他們不能考據出來 但是他們說看起來也很像是他的好朋友 陳亮的手筆 所以就把他都錄在這邊 好我要聲明一下 就是真屬可妄用真虎可以不用 這是陳亮的確是陳亮寫給星駕宣的 但是後面這一段呢 那個是清朝發掘出來的 也是一個對星際集的站宇 就好像是他的畫像啊 還是什麼旁邊寫的那個站宇 可是這個究竟是誰寫的 那個名字已經不可考了 但是他們看那個文氣說 也很像新駕宣的 所以我把他都列在這邊 我要聲明一下 那清代有存的駕宣的畫像站 就是畫有那個畫的像 然後後面有寫一個站宇這樣子 或者提在畫像的上面 或者附在畫像的後面這樣子 那其中有這個是 可以證明是陳亮寫的是一個畫像站 這兩句我覺得很好 就是陳亮這個人你就可以知道 他比星際集更激烈的一個人 他說如今的朝廷是真屬妄用 真正是老鼠卻很莫名其妙的就被用了 可是真正的老虎呢卻沒有人要用 所以這罵人不帶丈志對不對 就真屬真虎你看看 誰是真屬誰是真虎呢 你自己要對號入座就好 他也沒說是誰啦 可是你可以想 那這篇那個站宇就是清朝後來發現的 是比較長 這一段寫得很漂亮 因為那個站宇都是要押韻的 而且他四個字一句四個字一句 我們把他練一下 就好像是駕宣申平的一個很簡短的載路記要這樣子 他說 勃然其妻若輔張少而奮英勇也 肅然其容若開宋主而成久矣也 亦然其色若憑江寇而深謀決策也 策然其意若江西舊荒而立法通辯也 世皆一劫所施 而所不得而施者 歷四十年而不治大用 唯可恨也 然後下面是站約 這個站就是要押韻的 諸壽貂蟬 兵玉齊嚴 你看漂亮吧 兵玉齊嚴 所以星系集的樣子 靈領英氣 見則膽寒 所以他就是這種 他不是那個文弱書生 看到他的人會怕他 他真的是殺過人出來的 所以他就是坐在那裡 大家看到他都不太敢講話 他就有這種震懾人的這種氣概 虎偽將相 祖老於賢 然後下面一轉 就是他隱居的了 七師之居 山橫水環 退爾全母 有駕詩宣 所以叫駕玉 有沒有 孝歌慈漲 清風莫攀 我覺得這個贊語寫得滿好的 所以把它抄在這邊給大家看 他的重點你就可以知道 他認為駕玉是 勃然其氣 肅然其容 亦然其色 策然其意 最後這個策然其意很重要 他真的對民生的疾苦 他有一種從心裡發出來的策然 同情共感之情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才會想要救荒 想要讓人民不要挨餓 而且先要幫他們準備好 如果風雨 房子要蓋好 什麼什麼 他都先會一直想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一劫之所出 就是他完全是一個心裡 要為國為民做一些事情 就從這樣子的一個字節出發 然後做出這些事情來 可是呢 朝廷讓他40年沒有好好的 能夠施展他的才幹 永遠都是把他當作一個用了就丟掉的棋子 所以就覺得非常的可惜啦 對不對 然後下面就是贊語說他的樣子 那星際集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在這邊說他兵欲其言 靈領英氣 見則膽寒 那還有就是有一個資料 就是流過 流改之 就是比嫁軒年 比嫁軒小啦 也是蘭宋的癡人 有沒有 可是他也跟星際集有見面 就是也是星際集晚年才認識他的 那他有送給星際集的詩 他裡面有兩句 讓我們可以知道嫁軒的容貌是什麼樣 不過那是老頭子的容貌了 他年輕的時候的樣子就 他年輕的時候一定不難看啦 可是也絕對不是文人的樣子 是武人的 比較是那種鸚武的樣子 我們只能從這樣子的騙子之志 想像他的樣子 如果看畫像其實也是看不準的啦 因為中國那種水墨的畫像 又不是照片對不對 他說慈老精神賤與虎 你看一看到就是一個精神異異的老人 像虎 那星際集年輕的時候 小的時候他祖父吧 說他你是我們家的親氏 說你是我們家的親氏 這個氏是犀牛 不是普通的牛 是犀牛 犀牛記裡面不是有那個犀牛精嗎 三隻犀牛精 這個犀牛就有繳的 親氏就是黑皮的那種犀牛 他說從小的小鬼就很有精神的樣子 那杜甫是說他自己像那個小黃牛有沒有 說一年十五新上海 賤如黃毒走赴來有沒有 庭中八月禮早熟 一日上樹還千回 是說他自己像小黃牛一天到晚爬樹採水果這樣子的 是杜甫說他自己像小黃牛 小黃牛跟那個黑犀牛那是不能比的了啦對不對 那杜甫後來身體摔壞了一塌糊塗 可是你看他到老了六十幾歲 給人家的感覺是雌老精神賤與虎 紅顏白虛雙眼青 就白髮紅顏 而且雙眼青青就是黑嘛 青絲就是黑髮對不對 就是那個眼睛黑黑亮亮有神的樣子 所以這是新紀集留給我們的他那個形貌的樣子 但是實際上他年輕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就很難那個 當然他頭髮起線是沒有白的 後來才白了 所以他說看到牡丹花開啊說 牡丹會笑我依東風頭如雪 牡丹又開了 可是我的頭髮已經白了 所以他年輕的時候的容貌是怎麼樣 就比較不知道了 那還有這個資料 我現在先應該講那個朱熙和陳亮的 然後我們再講後來的人再說他 那朱熙和陳亮 他們都是新紀集的朋友 可以說是新紀集的朋友 可是兩個人卻彼此互相不是朋友 他們都跟新紀集有交情 可是兩個人合不來 所以你們也有過這種吧 就是說你跟他很好 你跟他也很好 可是他們兩個不好 有沒有這樣子的 對嘛 所以要三個人聚在一起就不容易 因為有一次就是陳亮去找新紀集 那個時候新紀集也是就是隱居廢退在家裡吧 就是在那個是在第一次隱居還是第二次 應該是在第二次了可能 那那個時候陳亮去找他 他新紀集生病 陳亮去看他 古人我跟你講要拜訪一次朋友是非常難的 尤其是平民老百姓 你沒有那個官方的交通工具 那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陳亮很倒楣 他的運氣比新紀集還壞 他也有向孝宗上過書 上過宋朝的臣子向皇帝上的書 都稱作達子 這好奇怪 他們稱作這個 這個不是普通的 就是說臣子向皇帝上的奏章 都稱作達子 那就他也向孝宗上過這種 就是講怎麼樣子跟那個金人作戰 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那朱熹有很好的意見 他跟新紀集相合就是在這一點上 新紀集和朱熹都認為 到了孝宗的晚期 後來就是光中臨終了 要去北伐 已經越來機會越不行了 所以要非常好的準備才可以 絕對不能貿然行事了 朱熹居然在這一點上 跟新紀集是同樣的 他就是認為說 最好的北伐的機會就是在高中 就是岳飛那個時候 還有孝宗剛剛即位的那個時候 榮興初年 那那個時候那個氣勢什麼的 都還是很好 可以北伐 但是你把那個機會輕輕放過了 本來很好已經放過了 你到了現在大家都已經安於現狀了 對不對 而且都很義勒 而且兵也都廢墮了 錢也 國庫也很空虛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沒有辦法再北伐 要北伐的話就先要練兵 要存錢 這一點 新紀集不但是同意 而且他是一到一個地方 他就努力的在做這個事情 而且還蒐集情報 新紀集還做這種蒐集情報 而且他說蒐集情報來 不能馬上就相信 要好幾個人去蒐集 然後互相要把那個來比對 才能夠得出正確的訊息 你看他是多麼能幹的人 新紀集就是這樣 所以他後來不能做官 他把這一套都拿來經營他的家業 所以他過得很好這樣子 他很會 所以珠希在這一點上 跟新紀集非常的合 所以他們兩個談這個就很合 可是呢 新紀集說到的是什麼那種 一談到那種學問方面 那跟珠希就不能談 因為珠希他跟陳亮 他們常常就在談學問 他們談的是什麼學問呢 就是王霸義力之變 這儒家最喜歡討論的 就是王道還是霸道 是要義比較重還是力比較重 有沒有 這個你們我們中文系 可是因為我對這一套 我實在覺得很沒有意思 所以這一塊我真的不太懂 我說實在了 可是我們中文系 有很多老師是專門談這個的 就是王道還是霸道 義還是力 當然後來何熙你就是 正其義也要謀其力 明其道也要記其功嘛對不對 但是正統的儒家就是 正其義不謀其力 明其道不記其功對不對 這是最高的層次 那珠希就是堅決主張這樣 就是要王道不要霸道 要義不要力 他認為真正能夠實行這個的 只是三代夏商周三代 那到了漢朝唐朝 都全部不能實行了 非常的遺憾 所以他都是跟陳亮就在變這個 可是陳亮跟辛濟極呢 他們非常合的就是說 有機會就要做事 義力可以並行 事工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你不計其功 不做事的話 有什麼用呢 所以他們非常看重這個事工的實踐 所以在這一點上 他跟朱希就非常的不合 朱希要一直勉勵成立 陳亮要做那個純儒 叫做純的儒家 辛濟極的那個新房子蓋好了 那提那個匾 要請朱希提 朱希還提給他什麼 克己富里素心業媚 所以你們讀中文系的就知道了對不對 克己福里素心業媚 你看就勸告他了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種在這一談到學問什麼 他是一個他的非常高的層次 連漢堂都不行 都沒有真正的那個毅力之變 都沒有分清楚 那陳亮他們是公民之士 就是以氣節致富工業致許 大丈夫立身行事就是要建功的 所以每次就跟他辯論 他要陳亮要待時要等 其實這一點辛濟極是同意的 可是辛濟極的目的還是要能夠建功 那這個就是所以他跟朱希可以談 辛濟極他跟陳亮呢 兩個人就是一旦談起來 就簡直都忘記時間 他跟他話頭多合 他自己說死君於我從來話頭多合 談起這些話頭來 我們一直談得都非常合 他跟陳亮是最能夠就是說 什麼致意相投的好朋友 可是陳亮呢運氣真的很壞 他比辛濟極小三歲 他也向皇帝上書 但是考運不好一直沒有考上 所以就一直在家鄉日子比較窮 但是有一次聽說辛濟極生病了 他就千里迢迢的跑來看辛濟極 辛濟極好高興嘉宣 他們兩個人就 當然辛濟極病也不是說病到要死那樣 大概就是我想是重感冒 心情不好這種 所以他們兩個就唱喝喝酒填詞 那那個詞很好你看 他說我病君來高歌飲 金善樓頭飛雪正在下雪 我病君來然後我們喝酒高歌 然後把樓頭的那個雪都金善 看說男兒道死心如鐵 我們絕對不改變我們的致意 男子漢就是應該道死那個意志 都像鐵一樣的堅硬 看四手補天烈 天烈了我們就要用手把他補上去 你看他們兩個就是有這樣 那個霍新郎寫得真是好豪氣 我真的非常喜歡辛濟極這一面 這是文人裡面非常少的一面 幾乎沒有文人是這樣子的 你看你能夠舉出哪一個文人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就算高士成生他們跟著去打仗 可是也頂多是看了說 什麼壯士軍前半死生 美人仗下遊歌舞 覺得很感慨而已對不對 所以辛濟極他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文人 所以他跟陳亮在這方面非常合 可是跟朱熙呢也是知道他跟朱熙談的話 就想到說要謀定而後動啊什麼的 朱熙跟他也很合 所以朱熙認為辛加軒是一個拱古良才 是輔助皇室的一個古拱 或者有人說拱古其實可以啦 就是國家非常重要的人才 而且呢人家學生他不是朱熙都有那個語錄嗎 都是用白話當時的白話 學生都是問他就說像像辛濟極 像那個陳亮這樣子的人究竟可用不可用 因為朝廷裡面都是覺得他們這兩個人 這種人都是不聽使令的 常常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就不能用 那朱熙就說為什麼不能用呢 你只要會用賞法分明 有功就要獎賞他們 那他們做不對了你可以指出來 這樣子的話絕對可以用 他說有才的將都是很橫的 他說岳飛就是這樣 岳飛難道不橫嗎 他說有才的人都是如此 這種是自視帶兵的大才 都是很橫的 不會軟弱不會乖乖聽命令的 但是你要會用他們 他們都是可以用的 這是朱熙給學生講的話 所以這些可以看出來他跟辛吉 極極的什麼地方 那他他們兩個比較不合的又是什麼地方 可是陳亮跟他幾乎就沒有合的地方 因為他們老是在辯論學問 所以他們兩個人寫信用信來辯論王霸毅力 他們討論了幾年呢 三年之久都在辯論了 引經據典這樣辯論了 你看看這些信如果留下來 真是你可以做學問了吧 可以研究這樣 所以到最後兩個人都沒有辦法說服對方 所以有一次他們他不是來看辛吉吉 然後兩個人一一不捨就分別啦 要走了 那辛吉吉等他走了以後 第二天又追去想要路上再趕上他 再跟他聊 可是那時候血太深了 路豪華 然後半途而非沒有追到 所以他好遺憾 就回來在那個小酒店裡面喝個酒 又寫了詞這樣子 他真的很懷念這個陳亮 那可是陳亮的運氣不好嘛 他比辛吉吉小三歲 可是他52歲 辛吉吉55歲的時候他就死掉了 而他那一年剛好中了狀元 你看他一直考不上 就那一年就中了狀元 近視的第一名 然後馬上就分了他一個官 當然也不是大官 可是還沒有就任他就死了 所以一個人沒有命就是沒有命 他的一生就是這樣 又很窮又沒有官 可是他的詞寫得很好 文章他的詞叫龍川吉 他的號叫做他的陳亮嘛對不對 也有人稱他陳龍川 那他的號叫做童府 那也有寫成童婦 這兩個字以前常通用 所以陳童婦或者陳童婦都是陳亮 他是辛吉吉一生 我覺得最相投合 就是談什麼都很合的朋友 你知道 可是見面的機會並不很多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見面 因為他要跑到辛吉吉這邊來很難 那辛吉吉有很多事情在做 他常常就是在家裡 他那個經營園林照顧一大家的人 也是很忙的 朋友也滿多他這樣子 所以雖然是見面不多 可是他們真的是知己的朋友這樣子 那下面我們再看就是這個康熙 到了清朝 康熙讀那個旭之之通建的時候的評 他一定讀了之之通建 再讀了旭之之通建 而且這些書讀了以後他都有玉批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清朝真的我們憑良心說 他們的皇帝那種素質的高 比明朝真是高了不只一兩個階層 真是高了滿多的對不對 他們的皇帝真的訓練得很好 從小你看康熙即位的時候才八歲對不對 你看他就一直被要讀書 很多的師父在教他什麼的 你現在留下來他很多的書 他都是好好的讀過 而且他都有批在上面 那你看他這個批在那個旭之之通建的上面 他批了什麼話呢 他說君子觀契吉之士 不可謂宋無人也 你看皇帝的口氣 誰說是宋無人啊 宋朝蘭宋不是很尤其很糟糕嗎 沒有人才可用嗎 他說可是你看看 興契吉的這些事情就 你就不能說宋朝沒有人才 宋朝的確還是有人才的 只是特患高宗不能駕馭之 這個就說錯了 我覺得因為興契吉到了南方的第二年 高宗就讓位給孝宗了 不能說是高宗不用他 雖然高宗一直做太上皇了 但名義上你應該說是孝宗了對不對 不過這一點大家就疏忽了對不對 就是宋朝的皇帝不能駕馭之 就不敢用他 尤其是怕他帶兵 他自己要練兵 他們一看到他練兵就趕快把他撤職 其實他練兵就是為了防盜匪 而且怕有什麼緊急的事變 他的兵可以用 他練的都是精兵 你看最多也不過2500人 可是他們把他裝備得非常好 訓練得非常精良 他那個飛虎軍 所以他飛虎軍一成 那個四面的盜匪都不敢來了 就治安就馬上很好 可是他們馬上就把他撤職 他們很怕興契吉有兵權 這個又是私心對不對 不信任他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誰說南朝沒有人呢 南宋沒有人呢 你看看興契吉就是一個人才 只是高宗其實就是皇帝啦 不能用他 使其得周宣王漢光武其工業喜之勢哉 所以到底是皇帝開口都是比皇帝的 有沒有 就是以皇帝來比不是跟那個別人比啦 他說皇帝沒有用他 如果是他碰到的是周宣王是漢光武帝 那興契吉的工業哪裡只是如此呢 所以你看不是用一個文人的眼光看興契吉 是把他看作一個可以建功立業的大臣這樣子 也為嫁宣不能德軍行志而嘆 豈不是如此嗎 對 好 這些都是他簡單的生平的事工的介紹 那下面我們就要講 這也是我們的重點 就要講到興契吉的文學的成就 就是他的詞了 那講義裡面我就是簡單的介紹 都是用很少的 我們要補充的話就讀詞的時候 我們在讀到文本的時候 我們再一一的補充 那你們有興趣的話就自己去看他的傳記 興契吉把不能用於朝政軍事之財 轉用於金營園林居宅 他生平有兩處非常華美的園林 一個就是戴虎一個就是朴犬 都是在江西省 他後來所以後來興家就算是江西人 他們本來是山東人 但是從此以後流傳的那個興家 就是興家宣這一支出來都說是江西人 就從北方人變南方人 所以你們買了課本他就會分成 按照他的說戴虎之事 就是戴虎的篇章 那還有一個就是江西的千山 所以用朴犬之事就是後期的 所以這兩次的隱居差不多前後就二十年 所以你看他二十年的時間 當然還是有一些那個差啦 就是差不多十幾二十年 就是至少有十八九年 隱居這麼久的時間 所以這些時候那個詞就非常的多 一個是在戴虎一個在朴犬 這些名字都是興契吉給他取的 就這個虎的是形狀像戴 他叫戴虎 那個形狀像朴他就叫他朴犬 而且起先都是荒地 所以他很有眼光 他買下來一大片的地 然後他怎麼樣經營 這真的不容易 你沒有學過真的 你要蓋房子你要怎麼蓋 而且不是光是像我們那樣 蓋一個小小的房子對不對 他是一大片的園林要怎麼佈置 怎麼樣要種 東岸綠陰掃陽柳應虛齋 他有一首詞有沒有 這樣看過去東岸那邊綠陰不夠 再種一點陽柳樹吧 這樣 他有的這樣是種竹子 有的這樣要開闢成什麼什麼 他整個經營起來好多的亭台樓閣 所以朱熙說有一次正在蓋的時候 他偷偷溜進去看 為什麼要偷偷溜進去我不知道 然後就說哇 那種華麗真是兒目所未成見 他說他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 所以興契吉被人家檢舉也是因為這樣 可是他錢絕對不是攤來的 他很會經營 他很會露 所以他把這個亭台樓閣 所以建了兩批 而且他第一個那個戴壺的建好以後 他又在旁邊再去走閒來無事就這樣子 又走到那個千山就發現了瓢泉 所以他又把那個瓢泉那個地方又想要買下來 所以後來他57歲的時候戴壺那個房子整個燒掉 這個都沒有記住 為什麼會燒掉 是有人放火嗎 這陰謀論的對不對 還是他自己什麼仆人不小心嗎 一大片的房子園林都燒掉 是怎麼燒的 可是他無所謂 他那時候57歲 那他就趕好幸好他這個瓢泉他已經買了地 還沒有蓋好房子 就暫時搬到這邊去住 然後又慢慢的再把他蓋起來 到了62歲還是60歲 那那個瓢泉這邊又蓋得很棒 你知道 所以他的人生就這樣 他不會說什麼 不會說像桃淵明 所以他非常喜歡桃淵明 詞裡面常常提到桃淵明 不會像桃淵明那麼什麼 什麼陳姓李荒惠 戴月和除歸對不對 草聖窦苗熙那種的 他不會這樣子 他不會做這種苦工的 雖然他和蘇東坡都非常欣賞桃淵明 對不對 但是他們的作風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星際集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看他後來戴虎仔失火 他又千居到千山 又迎新居嫖泉 所以駕宣不是文學始終常見 不得志就困窮潦倒 避世獨善或清貧苦淫的書生 這也是跟我們所有讀過的文人不一樣 對他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你看我們讀過的有名的文人 幾個人是這麼有錢的 大概只有李白吧 李白是家裡有錢 他只是花錢而已 對不對 你覺得李白有金銀什麼錢 沒有 他家裡一直 所以千金散盡還富來嘛 他家裡是國際貿易商嘛對不對 都一直給他錢這樣 所以不一樣的 可是星際集不是這樣 你看 那其他的文人我們看過的 都是窮得不得了 窮得真是夠喬的 什麼 然空空修舍留得意前看 我們的杜甫對不對 空空的錢包太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留一個銅板在裡面 給他看說我沒有嚷空如喜 我裡面還有一個銅板對不對 可是那個什麼 所以星駕宣還把這個用在一首詞裡面 就是他有一個妾 他就用他的姓 他姓錢就叫他錢錢 錢錢 他有一個姓田的妾就叫做田田 他就說什麼錢錢 就說杜甫師 紫美師裡面說留得意前看 但是現在他要把他放走了 所以他沒有留這個錢來看這樣子 你看看 所以他的那個一錢看 不是真正的錢 是一個人 是一個美人 所以他的妾一大堆 可是他對妻子很尊重什麼的 他不是娶過前後 娶過三個太太 都死了再娶死了再娶對不對 那姬妾那個歌兒舞女就一堆 所以他這個家業 撐起來也是要很多錢的 他由處理食物的能力 不論自君 自民 新利 儲弊 經營 生計 都有高出當時人的眼光跟才幹 他會知道怎麼樣買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再賣出去就會 所以他也經營商業 可能是這樣 這些大家都比較不細講了 可是他的確有 這種秉賦在著名的詩人詞客中 實在非常罕見 的確 你們能夠再舉出其他的人 給我參考的話 我非常高興 非常感謝 駕宣一心恢復中原 但畢竟埋骨江蘭 壯志蘭蟲 用捨尤人 懺悔不休 用捨尤人就是沒有自主性 我覺得這點是最悲哀的 所以你要出來做官 你想要做事 在古代的話一定要有一個位子 對不對 你要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嘛 對不對 那誰能給你位子呢 就是掌權的人 那掌權的人如果不給你位子 你就完全沒有辦法 可是照夢之所貴者 照夢亦能見之 對不對 他給你位子 他也可以把你馬上拔掉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完全就是用捨尤人嘛 用還是捨棄 完全不由自主 這就是辛濟集一生的悲哀啦 他其實可以看破就好 就算了 所以他一直在這個中間掙扎 他隱居那麼久的時候 他寫了很多的詞 詞裡面也有說很想往陶淵明啊 很想要怎麼樣怎麼樣 他如果真的是甘心隱居 他日子可以過得很好 但是一旦有機會 一旦要叫他出事的時候 他馬上就又去了 而且去了以後就分秒必争的做事情 做出成績來人家又討厭他 又把他趕走了 就是一次又一次這樣 慘悔不休 因為他整個的跟當時的風氣就不合嘛 我們就說過對不對 所以批評他的人非常的多 工業難成 這平生的波濤義憤 深情優至全寫入池中 一代英雄碎成千古池中 所以這也是不得已出其餘序 游士文章一大家對不對 他真是不得已出其餘序的 如果是說讓他第一志願的話 那星期集一定是要那個什麼 建工立業對不對 帶著軍隊然後去北伐 然後是怎麼樣怎麼樣 或者給他做一個方面的大園 可以把這個地方整頓得多好 讓他做久一點 他一定可以做出工業來的 這一定是他的第一志願 但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這個前後 差不多20年的隱退他也沒有浪費 他真的讀了好多的書 寫了好多的詞 而且他把那個詞的風格整個的改變了 就繼承了蘇東坡 蘇東坡之後就興階級 中間其他那些人真的都不能算 所以蘇星蘇星一直在並稱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人 而且真的是有才氣 他那個才氣是多方面的 常常文人沒有武功 武功沒有文采 但是他兩者兼具 你看他不能用的時候他讀書 讀了好多好 而且這些書他讀過以後他都能記得 真的有過目不忘之才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人 所以非常特殊的姓駕宣 那駕宣的詞呢有兩百六百二十多首 真的是最多的六百二十余首 我看過有人寫說他只有四百余首 那是寫錯他絕對有六百二十余首 所以是現存的 南宋北宋的詞人合起來 那星際集是數一數二最多的 而且他專利為詞 因為南宋北宋很多的詞人 他們也是詩人 他們也寫很多的詩 不是專利為詞的啦 蘇東坡就是一個例子嘛 我們說他的詩作了一千兩百多首 但是他不是一千兩百兩千多首吧 我看 蘇東坡的詩大概有做到兩千七百多首 好像是這樣 等一下我翻到再告訴你們 那駕宣呢 大概合起來都不到一百首的詩 而且好的很少 他的詩並不好 所以他根本沒有專心去做詩 他都是在填詞 而詞比詩呢更難 為什麼 因為他的形式的講究 詞的音樂性很強嘛 所以他不是像詩說 平平這這平平這 或者平平平這這五言或七言 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那詞他即使是平聲也要分好幾個音 而且一句裡面 那個平這聲音的調配非常的講究 所以要唱起來才會好聽 都是合樂的 一唱就要唱出來他那個調子 詞排就是在前面那個調子對不對 那會唱的人一看是 霍欣郎就應該是唱什麼 霍正子就是唱什麼 清玉岸就是唱什麼 他們就會唱 所以那個根本就是歌詞嘛 所以你一個聲音不對 高低平這開合不合的話 唱起來就怪怪的 所以星際集一定也很懂音樂 要不然他的詞怎麼都可以馬上讓人家唱 他自己家裡就有很多歌兒舞女在唱 而且每次宴會 演習的時候他都馬上填詞讓人家唱 他都可以 所以他有很多應酬的詞 我們憑良心講 620首詞裡面也不是每一首都很好的 因為有什麼親戚朋友家 什麼老太太什麼過生日 什麼什麼長官80歲大壽 什麼他也填詞給他們 所以那種應酬的詞也有 對不對 他有寫很多這樣子的詞 他隨手都可以寫 可是呢都是能唱的 那種應酬的詞更是歌詞嘛 都是為了要當時要唱出來的 所以他在這一方面比蘇東坡厲害 因為蘇東坡在這方面不講究 他真的就是寫詩為主 寫詞的話呢就是到了那個 差不多40歲前後 被就是跟王安石變法之後 他新法嘛 他跟他是救黨的對不對 所以他自己求說我到杭州去做通判好了 我離開朝廷 那時候心情抑鬱才開始填詞 所以他也是隨手這樣填 他重要的心情感慨 他其實寫詩還是比較會善於表達 而且他又寫文章 東坡的文章當然唐宋八大家對不對 那星期集在這些他文章寫的都是 要不然就是書信 要不然就是上給皇帝的打子 他都是在寫這種 那所有他其他的那種情感方面 或者想要什麼跟朋友啊 什麼發牢騷什麼 他全部都是在填詞 所以他的詞就變成非常多的風格 包羅萬有 就像杜甫的詩一樣 他可以抒情可以敘事 可以梭理可以寫解 全部都有傑作 每一類裡面都有傑作 我們會選一些代表的來讀 他的詞風非常的多變 所以你不能說他只是豪放 或者是雄騎 絕對不只這樣 他有親力的 有綿密的 有積越重情的 有悲歌慷慨的 有纏綿曲折的 東星期集有一些寫愛情的詞 也寫得非常好 不過我們不知道他跟誰 這究竟是給誰寫 因為他的女人那麼多對不對 那他是為誰寫的呢 我們這個就真的考據不出來 他也寫得非常好 絕對不在小燕情郎之下 絕對不是在小燕和情官之下 寫得非常的好 所以星期集他主要就是說 他有很空懸的時間來讀書 所以他20年的時間 所以他讀的書非常的廣 他不是專讀一種或者一家 他讀得非常的廣 不足故常不歸於一家 因為他不是要專門做學問 他真的就是信之所至 就一直讀一直讀 所以讀了很多的書 而且這些書 為什麼我們知道他讀了這麼多的書呢 因為他的詞裡面 引用了非常多的典故 所以這個就是我要讓你們心裡 先準備讀他的詞 絕對不輕鬆 當然你可以專門選那個白描的 沒有用任何典故的 可是不能這樣子 我們上這個課 總不能只讀那種詞嘛對不對 那你如果讀他很多的名著 那他的名作的話 那典故真的非常的多 等一下我們看那個樂科的這個故事 你就可以知道 等一下 那所以他金石子集 朱子百家 他還有這些跟他自己平生的遭遇 你如果讀了書 那死死的吊書袋搬上來 那這個又不是在寫論文 又不是在那個比賽對不對 說我讀了這個 我丟一個書帶給你 那你也丟一個還給我 他不是這樣 他把這些書讀的東西 跟他平生的遭遇 跟他內心的那種激憤不平之情 就融在一起 這個就是古人的酒杯 教自己的快樂 所以你就會融入 所以他用出來的典故 就不是掉書袋了 就變成是借古人的話 其實說的是他自己的心聲 他曾經試過像那個 試作且物語 還有長恨復長恨 這兩首可以作為例子 這兩首詞我們會讀到 全部都是引用古人的書 沒有一句他自己的話 他只是把他重新組合而已 可是非常棒 你看了就知道 所以這個真的讓我想到班雅民 那個班傑民有人翻說班傑民 班雅民有沒有 華特班傑民 他一生的嚮往就是寫一篇論文 全部都是quote 都是引用的助講 都是引用人家的 然後組成一篇他自己的論文 不過他沒有寫成就是了 他很想做這樣子的事 所以這個並不容易 你就是把別人的東西都拿來 而且你看了以後就覺得 哇真的是天衣舞縫 然後我們讀到的那個時候 我們這兩首我一定要講給你們聽 兩首詞就是全部的 他這樣子的很多很多 可是這兩首我覺得最好 那還有就是 因為他有自己的這種遭遇 還有就是他有非常強烈 很生動的幽默感 這也是中國古代文人裡面很少的 很多的文人背負著這個 治國平天下的使命感的時候 幽默感就慢慢沒有了 就太嚴重了 什麼事情都看得很嚴重 就不會有那種幽默的心情 可是架宣真的有 他很好玩 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什麼 他有一次喝醉了 在松樹底下墜倒了有沒有 他懷疑那個松在那邊動 好像要扶他起來 他就以手推松曰去 那首這完全是詞 子儀松動要來扶 他懷疑那個松因為喝醉了 看那個松樹搖好像要來扶他 他就以手推松曰去 說不要你扶這樣子 那整個就很好玩的 還有他晚年他隱居的時候 他就說家裡的事都交付給兒子了 他不是有九個兒子嗎對不對 那萊翁依舊管歇爾 你老爸如今還管一些事 管什麼 管竹 管山 管水 我只管竹林 管山 管水 別的事我不管 你們去管吧 什麼賦稅的事啦 什麼買賣的事 什麼那些家裡的事都讓你們去管 這樣子 那如今呢 我覺得什麼事情相移呢 移醉 移遊 移睡 喝醉酒 睡覺 還有到處去玩 他很好玩 他常常看 還有一首就是跟那個 他要身體不好了嘛 就到了最後晚年的時候 差不多63歲 64歲 身體才開始慢慢壞 那他一輩子都沒有養生的 也不是那樣子的對不對 那開始壞了 醫生就叫他要止酒 不能再喝酒了 所以他就寫了一首詞 跟那個酒杯說 杯乳前來 酒杯來我跟你說 你從今以後不要靠近我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寫了一首詞 很好玩 非常幽默 那首詞我也會講給你們聽 可是他最後說什麼 那個酒杯就跟他再拜說 好好好 你叫我走我就走 可是你叫我來的時候 我還是會回來的 看你能不能堅持下去這樣子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人 這也是很少見的 他詞中用點之多過於東坡 論語夢止 詩經左傳 莊子楚燒 史記漢書 誓說心語 昭明文學 李渡的詩 好多好多真是數不完的 你看就知道 誓說心語他用得好熟 但是融入詞中一片神形 宛如自其口出 這當然是成功的詞 當然也有比較不好的 就沒有像這麼樣的 好像志其口出那麼好 而且他的詞中的用語 這點又是他的特色 用很多宋朝的口語 很多的口頭語 當時的民間的俗語 所以如果這個沒有註 就不太容易看得懂 這其實原曲最多 原曲因為是民間的對不對 所以原曲一點都不好講 你們以為曲子容易講嗎 非常不容易講 因為很多都是元朝的那個時候的 民間的那種口語 都把他放進去 那你如果不了解的人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那你看像那個水浮啊什麼的 水浮傳裡面那些對話 有的時候也是用當時的口語進去 那架宣就是把宋朝的那些民間的俗話 他也很自然的把他融到詞裡面去 非常的自然 你不覺得他是故意在用的 所以古 俗 親切 直譜 嘲諷 悲看 全部都有他的用語 也不乏輕力 無昧的小品 平文 閃文 頓錯 易揚頓錯 鮮活流動 全部都把他詞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具有常識性的詞人 他不受詞這個體材的限制 以前的人不這樣子寫詞的 但是他說我就來詞看看 可是他沒有違背詞可以唱的這個基本 所以他的詞又是可以唱的 不是沒有音樂性 這一點他沒有違背 可是把人家認為這些句子 不可以放到詞裡面去 他就把他放在裡面 有人說這種應該放在文章裡面 或者放在詩裡面的 他也都把他放到詞裡面 所以就是跟他做事一樣都不守規矩 他不守前人定下來的規矩 就是這種個性的人 那更因為架宣專利為詞 不以詩文分心 創作態度比東坡更認真 因為東坡他最嚴肅的東西 他都拿來寫文章、寫詩 所以他寫詞的時候 就抱著一種比較遊戲、比較放鬆的心情 但是架宣不一樣 架宣他寫詞的時候 也是非常認真的在寫 他覺得詞中什麼都可以包含 他用寫文章、寫詞一樣 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填詞 所以態度上不一樣 而且架宣能夠坦然接受 他人對自己作品的批評 這個我們就舉下面的這個例子 你們看一看 這個是很好玩的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常常也被人家引用 主要就是說這個樂科這個人 他的這個技術 讓我們看到了 辛駕宣活生生的形貌 我們剛剛說 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 他的容貌、樣子流傳下來的很少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古人沒有照片 現在的人隨時都在照照片 拿一個手機對不對 什麼都在照 所以現在是只恨照片太多 那古人真的是留下一張畫像 就是不得了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李賀留了一個畫像 有沒有什麼的 那都是好難得好難得 那可是架宣呢 他活著的時候 他那個跟大家相處的時候 在那種不是官方的場合 在比較放鬆的時候 他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是樂科這個人寫的一本 陳史 這本書我想可能有點像筆記小說 那種筆記雜記 記當時人的一些生活情景 就有點像試說吧 我覺得因為我沒有看過這本書 我不知道這本書現在還有沒有 可是這一段是常常被人家折出來 就是描寫辛棲集的常常會 因為這是第一手的資料 而樂科這個人呢 他比辛棲集小了44歲 所以他認識辛棲集的時候 辛棲集已經是66歲 他68歲就死了 所以是最後的兩年 最後的兩年認識了這個小朋友 這個樂科 那那個時候辛棲集又被招出來做 鎮江之府 不過馬上又被調走了 只做了很短的幾個月吧 不到一年鎮江之府 他所以到了鎮江的地方 那有一次他在家裡舉行宴會吧 那這個樂科就去了 他跟辛棲集那時候才認識不久 所以這個寫這個誠實 記述這段事情已經是很多年之後了 不是當時記錄的 是把當時的印象寫出來 所以那個學者們都說 詩是沒有現在式的 對不對 我講文蓋的時候就講過 沒有現在式的 你說現在寫的 你現在你不可能一面流淚一面寫詩 也不能一面喝酒一面歡樂一面寫詩 那樣子的詩都不是很好的對不對 就當場寫的什麼 你常常都是回憶 所以寫詩的時候你寫出來 即使說是當下 其實都不是當下 都是回憶 只是回憶的時間的長短 是隔了比較久的回憶 還是過去就是昨天晚上的回憶 或是什麼對不對 都不是當下 不是現在式 所以這個陳史他寫的這個 已經也是樂科中年以後所寫的 可是他回憶他22歲年輕的時候 他見到星際集的一幕場景 而這一幕場景讓我們知道 星際集對他自己的作品 他那種很得意的那種樣子 還有他在宴會上怎麼樣跟人家相處 你看我覺得是一個很滿囂張的人 你看這一段就知道 難怪人家不怎麼喜歡他 你看他那個形狀 寫得很傳神 所以樂科這個人是滿傳神的 滿會寫的 他說駕宣以辭明 美宴必命四季 歌其所作 特號霍新郎一辭 扶皮至孝 顧問客何如皆探 探欲如出一口 這個是他早 霍新郎是做的比較早期的 也沒有太早中年了 那後來就是寫 就是他這個宴會的時候 就是他剛剛才做了永玉月 永玉月是後來就是剛剛才做的 在當時 既而又做永玉月 特字久遭數克 死姬敵戈 意志集結 騙問客 必死擇其辭 瞬謝不可 客或錯一二辭 不切其意 又佛答 然揮語 世事不止 所以整個你看看星際集那個樣子 非常的傳神 有沒有 他就說他每次他是以辭明家 大家都知道駕宣是大辭人 他每次宴會的時候 他常常舉行宴會 不管是在家影居的時候 還是他做官的時候 他常常會舉行宴會 宴會的時候就讓那些歌姬 有的是官方養的 有的是他詩人養的 他有很多的這些美女 唱歌跳舞還有專門吹笛子的 還有什麼的就是很多這種 所以駕宣不是那種 什麼非常那個謹言盛行的那種文人 那種不是那樣子的 他就叫這些事蹟們就唱他的作品 他特別喜歡點就是叫他們唱霍心郎 他做了好多首的霍心郎 他說的這首就是聖矣無衰矣 唱平盛郊遊凌落 止盡於己 這我一定會講 我下一次 今天如果講完那兩首短的 那我們下面就講這個霍心郎 跟這個勇裕月 因為這是駕宣自己得益的兩首 對不對 然後下面我們再講的就是 後來的那些慈平家 他們特別推重的幾首 我們都講 我們是用這樣方法 把名作先講 但是也許連帶的又會配幾首 我覺得蠻好的 不是那麼有名的 我想用這種方法 他每次宴會就叫這些事蹟 唱他自己的作品 他特別喜歡點這個霍心郎這一首 聖矣無衰矣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唱了 很可惜 然後聽一面聽一面 他不是這樣子坐在那邊 就摸著他這個骨頭在那邊 自己笑 自己覺得很得意 樣子好滑稽 自己一面聽一面很得意這樣 而且手裡還有一個扇子 你知道一直扇 自己在聽自己的作品 越聽越得意這樣子 顧問客何如 唱完以後就問客人 你們覺得怎麼樣 你們覺得怎麼樣 你想誰會當面說他不好 對不對 那就衛免太少一根筋了吧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探欲如出一口 每個人都太好了 感嘆啦稱讚啦 好像都是一個聲音 全部都是探欲 沒有人說壞的 不過辛棘吉當然了 他也知道 這種都是口水話啦 不是真的啦 對不對 所以他後來他又做了一首詠譽樂 中間那些詞的 他又覺得詠譽樂非常棒 這首詞就是典故最多 步步都是典故 他把那個大的歷史跟他個人的 就是兩股線編在一起 用得非常好 這真的是功力很深的一首詞 可是要有很多背景資料才能讀的 所以你們要心裡準備 那填好了這首詞的時候 為了發表這首詞 又找了一個宴會 又招了一個宴會 又至久招宿客 招了幾個朋友 然後又讓這個歌技來輪流的唱這首詞 然後自己要這邊敲著節拍 自己覺得很陶醉的樣子 有沒有 聽完以後又問客人 怎麼樣怎麼樣 有什麼毛病指出來吧 指出來一定要人家指出他的毛病 那你想想看誰敢 大家都說哪裡 我們哪裡有辦法指出那個 這個學士的毛病啊 或者是大人的毛病呢 通通不敢 大家順懈不可 那也有人被他勉強 就稍微講了一兩句 可是都不合他的意 因為談的不對 沒有切中他的要害對不對 他就又佛答 他就覺得不對不對 然後就揮雨 就拿著羽毛扇就這樣 一直 很急的樣子 怎麼都沒有人說得出來呢 對不對 好 那四四不止到處看 還有沒有人要講 還有沒有人要講 就想 就老師問有沒有問題 大家都沒有問題這樣 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這樣 他拿著扇子這樣 四面看這樣 但是 架軒的神情如畫 你看對不對 好像活生生的呈現 他說余時年少 那那個樂科說我那時候年少 他比他小 44歲嘛 剛剛22歲那時候的確很年少啦 對不對 年輕人比較敢講話啦 比較不怕對不對 勇於言 所以這個是回憶來說的 他現在是中年以後了 寫這本書對不對 他就 說好吧 他就很客氣 就 先還要猶豫一下啦 所以等到架軒顧問再世 再三以後再世都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講出來嘛對不對 他再世的問以後 與率然對約 所以就乾脆下定決心 他就講了 我就講了 這句話 這段話一定是樂科也很得意的 所以把他很多年以後 對不對 你想是不是 要不然多年以後 幹嘛要寫自己丟臉的呢 一定是很得意的 他就講了 代字 他那時候的官是代字 代字詞句 脫去金谷枕策 同子合之而敢有意 開頭還要客氣幾句嘛 對不對 說你的作品真是脫去金谷枕策 跟古人完全不一樣 從古到今的那些路 你都離開 你跟他們的路都不一樣 那我這個年輕的小孩 當然他比他小那麼多嘛 所以說童子 我懂得什麼呢 我哪裡敢議論你的詞呢 但是 還一轉 如果一定要像范文正公 以千金求延陵詞記一字之意 則晚盡上竊有疑也 這段話說得很漂亮 但是如果先生 你像那個范仲淹 寫好那個延陵詞記以後 用千金來懸賞 誰能改一個字就給他千金 你如果有這樣子的心意 有這樣子的決心的話呢 那我也就說幾句話吧 哇他這樣一說以後 那心記就很高興了 架宣喜促襲 氣死必其說 趕快就給他靠近 促襲就是本來跟他做的比較遠的 現在就跟他膝蓋碰膝蓋有沒有 就靠近一點 就好像要傾聽的樣子 這肢體語言啊對不對 你要防備的時候不是都這樣嗎 抱胸這樣距離遙遠 這個就是他開始防備你 但他如果跟你越來越靠近 耳朵都這樣靠近的時候 就是很想要聽你的樣子 所以他現在促襲靠近 跟他傾聽啊很高興的就說 趕快說吧 你還有什麼話你就說別客氣了 他就這兩句的評語 非常有意思 你看他說前篇就是說的那個霍心狼那篇 聖乙無衰乙那篇 他說前篇豪事一事 的確氣概豪事一事 但是如果要講缺點的話呢 就是首尾二腔 開頭的幾句跟最後結尾的幾句 僅與相識 那因為這兩首詞你們 這首詞你們也許不會背 你會背就知道 開頭他說聖乙無衰乙 葬平生交由零落 止盡於己 就是說平生交由零落嘛 到現在已經沒有剩下 死的死走的走 都沒有幾個朋友了 那這首詞的最後面呢 就是不恨古人無不見 恨古人不見無狂爾 對不對 知我者二三子 知道我的人也只有兩三個人 不恨古人就要尚有古人 因為當時同時代的沒有幾個知己 那這樣子開頭跟結尾 是不是意思都是說沒有什麼知己 朋友很少的意思 那警語意思很雷同啦 不過我們仔細分析 其實不是還是 所以星期集後來要改啊 他聽了以後很感動 他很想要改 可是改不了 因為前面那個是時間的距離 後面那個知我者二三子 是說空間的同時代的人 所以那種寂寞一個是時間的搖隔的寂寞 一個是同一個空間裡面的寂寞 時空我覺得還是不一樣的 所以要改還是很難 好 他說這前篇就是首尾那個景語精彩的句子 可是呢意思比較相同 這個是一個毛病 那後篇呢就是這個勇玉月呢 微覺用事多兒 我讀過來聽過來覺得 用的典故實在未免有點太多了 好 於是星期集一聽以後就大喜 非常的高興 著酒而為座鐘 趕快倒一杯酒 然後跟座鐘的客人說 夫君時鐘於故 說這位年輕的先生 他真的是中了我的顧疾 這真的是我的老毛病 他指出了我的毛病 所以你看非常有風度嘛 對不對 你看一個年輕跟他也不是怎麼認識的 一下子指出他的毛病 他沒有生氣也沒有什麼 覺得好高興 而且非常感動 於是大喜 然後就想要未改其餘 一直在品位一直在練 想要改 可是呢 每天改了數十次 一天改了一個多月還是改不成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還是他原來的樣子 他沒有改 可是他的認真你就可以知道 對不對 他不會隨便說 聽到人家說他不好 而且那個人又不是什麼有份量的名人 對不對 那他就生氣 沒有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星期集他實在是在做 寫作上面 他非常得意他自己的作品 但是他也不是聽不進人家的話的 而這個紀錄呢 我覺得可以讓我們看到星期集的那種形態 他的神情 栩栩如生對不對 好 那下面我們再看 關於蘇星並稱的緣起 我們說蘇星蘇星 就是宋慈豪放派的 重要的大家就是蘇星 那他們怎麼會並稱一個北宋一個南宋 為什麼會並稱的呢 這個在宋孝中存息15年 那星際集是1140嘛 所以他這個時候已經48歲了對不對 他也是隱居在家 就是在那個戴虎的那個隱居的 他43歲到52歲 差不多51、52 這些年全部都是沒有官職的 所以人生最好的時光被秉退 所以很空閒啊 那他的一個門生就是跟他學 學詞啊 學種種的事情 這個常常跟著他的這個範開 後來也去做官了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來說 老師閒閒沒事啊 就把你的作品把它收起來 成一個集子吧 這就是最早的架宣詞 就是最早就是範開把它收起來了 那個時候才收了100多首 你知道 所以詞剛剛開始他只是收這樣 收新詞 編集成集 就是說把它刻版 那時候都要刻啊 刻得印出來這樣子 就算是給老師做一個紀念 就叫做架宣詞 而且呢 范開自己就給他寫了一個序 序裡面說 誓言架宣居寺 新宮之詞 似東坡 所以當時我們現在 當時的人都說 架宣新宮你的詞跟北宋的蘇東坡很像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在星際集活著的時候 已經有人把他跟蘇東坡併稱 並不是死了以後才被人家併稱的 就是他活著的時候 已經有人覺得他跟蘇東坡的詞 風格會有類似的地方 那序裡面還說什麼呢 公一事之好 以氣節致富 以公業致許 這兩句也是常常被人家引出來用的 對不對 所以他是公明致氏 架宣 他以氣節致富 以公業致許 要見公立業 自己期許自己是這樣 不只是文章名氏而已 不是因為文章名氏 果何亦與歌詞哉 所以他真正的第一志願 真正的嚮往 絕對不是填那個填詞啦 所以你看我們說寫詩 說填詞有沒有 我們沒有人說填詩的 對不對 寫詩 填詞 所以詞一開始 真的他的主體性是不夠的 他主要是配合的那個音樂 填一個歌詞 按譜填詞 重要的是那個譜 是那個樂譜 主要是要能唱的 所以剛剛開始的詞真的就是歌詞 就是當時的流行的歌詞 就是有一個曲子出來了 就是按著那個譜填一些歌詞進去 然後讓歌兒舞女在宴會上表演來唱 所以東坡 架宣 他們把這個詞的地位提高起來 所以我們說寫詩填詞就可以知道 對不對 是填那個配合著那個調子 把詞填進去而已 可是他說他哪裡 他本來的本意哪裡是要填歌詞呢 只淘寫只聚耳 只是想要寫他內心的種種的感懷而已 一個工具而已 故其詞之為體 他這邊就用比喻 重點是在他的那個不足故常 無首無尾不足故常 誰所變態無不可觀 重點是在這裡 他不遵守原來的詞的規範 所以他用兩個比喻 一個是好像神仙在洞庭湖那邊演奏音樂 就是楚詞裡面說的張躍於洞庭之也 或者是像春天的雲在空中變幻 都不知道是變成什麼樣子 沒有一定的形狀沒有規則 所以文章寫得很漂亮 可是重點你要明白他這個比喻 對不對 他重點就是說不遵守原來的詞的規範 無他 為什麼他會這樣寫詞呢 亦不在於作詞 而其棄之所沖敘之所發 詞之不能不而也 就他內心有那種氣 氣概有那種想要 蹦發出來的 所以是肝腸是火 我上次說過的對不對 他有這樣子的一股熱情 他要蹦發出來就變成了詞 他不是為了填詞而填詞的 所以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期間還有輕而立 婉而扶媚 此又波公之所無 他說東坡的詞沒有輕立無媚的這種 我想這個一定不同意 那些你讀過東坡詞的一定不同意 因為東坡詞也有輕立無媚的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所有的批評都是一家之言 我們後面馬上就要看到 那個很多歷代的評價 他們個人的偏好 你都可以看出來 所以所有的批評都是僅供參考而已 總是有你自己個人主觀的偏見 你必須要承認這一點 所以他說這是波公之所無 公詞之所獨也 點出了蘇星之同意 可是這個大家會不會完全認同呢 我想也不一定 那關於蘇星的同意 有很多很多的人討論 我們等到講到的時候 我們再隨時把他提出來 因為光是要講這個的話 要花掉很多的時間 那我們又不是先講蘇東坡 再講星期幾對不對 因為我們以前的詞叫做 我們的上的課叫蘇星詞 上學期是蘇東坡 下學期是星期幾 不過其實也講不夠 一學期講蘇東坡也講不完 一學期講星期幾也講不完 但是我們那時候是這樣 那你那個時候來比較就比較合理 現在我們是架宣詞 如果花很多時間講蘇東坡 然後再把他們來比較 那我想還沒有讀到什麼詞 一學期已經過掉一半了 那當然沒有辦法這樣 我這邊有寫 蘇氏的詩是兩千七百余首 兩千七百余首 詞只有三百首 所以你看看不成比例嘛對不對 那下面就是我也是參考各家的說法 我把它綜合起來 在詞史的發展過程中 李厚祖 蘇東坡 星駕宣 三個人發揮了關鍵的影響 造成了不容忽視的改變 他們將自己鮮明特殊的個性 加入了詞這個原本偏向音樂 娛樂的問題 所以詞剛剛開始真的是音樂性很重 那重點就是娛樂的 等於我們現在的流行歌曲這樣子 但是這三個人他們來填詞 就把詞的整個的根本的性質都改變了 那李厚祖是付出了亡國的代價 對不對他亡國之前的詞 也還是娛樂性很強的 都是宴會 然後寫給宮中的美人這樣子的對不對 可是亡國之後的詞 你看眼界歲大感慨歲深對不對 歲變零公之詞而為四代夫之詞 對不對 可是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你們願意嗎 如果你可以選擇的話 對不對 所以這都也是不能選擇的 當然很多人亡國以後 也填不了什麼詞啦對不對 那他就是兩邊都滑脫了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是把自己的個性加入了詞 而這個個性是很廣義的 還有包括他的性情 他的血養 他的抱負 這個個性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東西合起來 怎麼樣說定義這個個性 這是很難定義的 所有你一切影響你的 人格的塑成的因素都可以含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那個蘇珊桑塔克 好像前幾年死掉的 美國的那個也是一個文化學者 有沒有那個女的 他就寫過一個就是說 一篇講風格 講風格的那個短文啊 我現在只能我不能逐字引述 因為沒有把他抄起來 他的意思就是說風格 如果從技術層面來講一個人的風格 其實就是他在那個文章裡面 他的作品裡面怎麼樣安排的一個 習慣性的用法 就是他的習慣就是變成了一個風格 可是這種習慣這種安排裡面 就有注入他自己的個性 就是因為他有這樣子的個性 所以他會習慣這樣子的安排他的文章 所以把個性 把那個跟那個連在一起 而且他主要是一種 習慣性的安排方法 方式 他就是會這樣寫 所以這三個人把詞就改變了 不再把詞體當作是歌詞 只能言兒女之情 詞也可以抒情 也可以言字 也可以唱聖衰新亡之感 人世的滄桑全部都可以 無意不可入 無事不可言 詞盡遼闊 所以就把靈弓之詞 變成了世代夫之詞 曲之中再也輔不住了 因為本來詞就是要配合音樂的 絕對不能出那個歌 出那個樂譜的歌 可是你現在要用音樂把它輔助就輔不住了 他自己開創出他的生命 所以說這三個人就很重要 就是在這裡對不對 那下面我們 我折錄了一些評語 我所以折錄這些都不是隨便折錄的 我覺得都很有意思 但是他們也會互相矛盾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每一個慈平家其實都是一家之言 我覺得最偏心的就是蠟蘭融落 蠟蘭信德 你們看蠟蘭融落的 你看他的鹿水亭雜誌有沒有 他就好偏心心器極 很不喜歡蘇東坡 你看他說 詞雖蘇星並稱星時勝蘇 蘇師商學 蘇慈商財 財學都不好你看 蘇師太賣弄學問了 蘇慈就是炫耀他的財氣 所以他覺得心器極勝過蘇東坡 這個一定有人不同意的嘛對不對 可是蠟蘭融落他就是他的 他的詞也很好對不對 可是他就是他的偏見 那像王國維也是 王國維他也非常的偏心 他自己人間詞話裡面說 他說北宋的詞人 他只喜歡歐陽修 燕蘇 蘇東坡和秦關 而他最不喜歡周美成 那我們不是還看清真詞嗎 我們戲對不對 你看誰敢說周美成的詞不好 但是王國維就不喜歡 他就不喜歡那個 這個我就沒有抄進去了 而蘭宋呢 他只喜歡星際集 他根本不喜歡吳孟窗啦 張玉田這些 他全部都不喜歡 非常討厭 他只喜歡新架權 看 那五代的詞呢 他說他非常不喜歡花間詞 他只喜歡李厚祖和馮正宗 馮岩氏 你看他自己公然的這樣說 所以也好啦就承認說我就是偏見嘛 我說的就是我的偏見 我沒有要你們全部都投贊成票 你們可以按那個 不是按那個贊 按那個反對 對不對 你可以反對 我沒有要你同意 我也沒有爭取你的選票 這樣子 所以這些評語其實都是僅供參考 我覺得他們也都說出了一些重點 但是你不一定要完全同意他 我們來看一下 劉克莊的星價宣集的序 他這也都是很有名的 這段常常被人家引用 他說價宣的詞 大聲唐大 小聲坑轟 橫絕六合 掃空萬古 其龍仙綿密者 已不在小燕晴朗之下 他用音樂來比喻 他那個大聲就是他那個熊壯激昂的詞 就好像那個擊鼓的聲音 唐大 就好像那個翹大鼓的聲音 那那個小聲呢 就是他寫的不是那麼豪雄的 比較婉立的鮮柔的這種詞呢 他坑轟 坑轟就是金屬的樂器 敲了以後會有回音 會有余音寥寥的那個叫坑轟 就是你譬如那個什麼音叉有沒有 兩個音叉這樣登一聲 會有那種有沒有 會有余音寥寥的那種聲音 所以他大聲是唐大像幾鼓的聲音 小聲是坑轟 橫絕六合 掃空萬鼓 意思就是說前五古人 後面有沒有來者不知道 也很少人能夠學到他 可是呢 他的龍仙綿密 那種寫那種非常溫柔婉立的 兒女之情的這種 也不在小燕情郎之下 也跟那個燕小三情冠 絕對不輸他們 所以這種詞 我也會讓你們讀一些 這樣子 讓你們知道駕軒的多方面 他不是只有一面的 那麼周濟的《戒成哉論詞雜著》 他說 駕軒的詞呢 財情賦業 私利果銳 南北兩朝食無其辟 所以他這邊強調的是 有財有情 有詩有利 你們要把那個評語裡面 因為大家都說中國的那種文學批評 是印象式的批評嘛 對不對 都說西方都認為是沒有結構的 對不對 沒有理論的 都是印象式的一種批評 可是這種印象 有的時候一下子就一針見血 但是你要會看 你要從裡面再把它衍生出意義來 對不對 他這邊重點就是說 駕軒詞有才氣有感情 有詩有力量 有詩有理性的思維有力量 所以後面有人評說 東坡的詞就是感情沒有駕軒那麼深 的確 因為東坡他是要超曠 他要擺脫的對不對 至其辯者而觀至天地成不能以順 至其不辯者而觀至物與我皆無盡也 對不對 所以他是很超脫的一個人 他不會死死的認死扣這樣子 鑽牛角尖 所以他的情深的地方就沒有駕軒那麼深 駕軒就是他情深的地方或者不一定是對一個女人 他對他的志業對他朋友對什麼 他就非常一頭鑽進去就一直一直往裡面 要把他弄到底 這種也是一種情深對不對 那這個是東坡比較沒有的 所以兩個人還是不一樣 可是駕軒他也有理性的思維 他的詞也有力量 所以南北兩朝就是南宋北宋合起來 所以他這個很明顯也是 捧心氣極勝過蘇東坡的對不對 後人以粗豪學駕軒 非徒無其財並無其情 所以有人他們都學書心 都認為故意寫得很粗放很豪放很豪氣 就是書心的風格 他說其實不對 你們沒有他的財氣也沒有他的生情 駕軒固然是財很大 但是他的情深情智的地方 後人萬不能及 特別標出駕軒的詞有深情的地方 你們讀的時候你們可以看 究竟會不會同意這個 那我覺得這個後面這十二個字 三四十二這個戀雄心 這十二個字非常的精簡 非常厲害 戀雄心 看高調 變溫婉 成悲涼 這也是常常被人家引用的 你們要注意那個動詞 三個字那個前面第一個字的動詞 戀雄心 如果你根本就沒有雄心 也沒有什麼戀不戀了對不對 可是駕軒是很有雄心的 可是他被迫要把他的雄心 一直收斂一直壓抑下去 所以戀雄心 那怎麼辦 所以才會肝腸是火 一直在裡面燒 淚熱 戀雄心 所以抗高調 所以寫出詞來那個調就會很高 就不會是說 就是那些寫那個兒女之情的 糾纏在那個裡面 就像現在的新聞 每天一個什麼莫名其妙的新聞 炒很久那種 所以就是高調他不要去糾纏在那個裡面 他會把那個雄心會抗高調 用那個高遠的調子把它表達出來 所以把那個溫婉之詞就改變了 就變成了悲涼悲壯 本來詞都是溫婉的 但是他就變溫婉 就成悲涼 所以這個在這個戀抗變成之間 就形成了駕宣詞的成欲遁挫 他的那個特殊的風格 你如果沒有他的這種背景遭遇這些 你就學他就學不到那個精神所在 下面還是也都是蘇星來比的了 是以蘇星並稱 蘇之志在處 心偶爾能到 心之當行處 蘇必不能到 你看這很明顯 所以這就好像那個薛寶釵林黛玉 誰喜歡誰啦對不對 就這樣子變來變去 就是有人喜歡蘇東坡 有人喜歡興氣急 當然何熙你就是兩個人都好棒喔對不對 這樣 但是如果是說兩個 有人就是比較偏於蘇東坡 有的就是比較偏興氣急 所以真的是 所以他就說世上的人都蘇星並稱 可是比較起來蘇東坡那種很自在的樣子 興氣急偶爾可以達到 他並不是他常常有的時候不自在 非常的悲涼慷慨真的是這樣 成譽頓挫對不對 可是興氣急他那個出色當行的地方 就是把那個詞的這種文體 寫到出色當行的地方 那蘇東坡一定沒有辦法到 因為蘇東坡沒有全心全意來寫詞 他寫詞的時候都是比較放鬆 就他如果很嚴肅很認真 他就去寫詩寫文章了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不一樣 所以他填詞的時候就是比較放鬆 比較輕鬆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把詞寫到出色當行 那剛剛那個蠟蘭信德我們已經講過了 蠟蘭融落的 那還有這個陳廷作很好玩 陳廷作的白語哉詞畫裡面 談書心 談非常多非常多 你們有興趣可以去把它買來 全部把它看就可以知道 我現在只是折錄 他的偏見也非常的深 像他最欣賞星期集的詞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說的 他覺得第一名的就是 綠樹聽蹄卷那首霍心狼 我們也會讀啦 這首就是用了好多好多離別的典故 有點像江淹的別婦一樣 用好多離別的典故合在一起 可是他就覺得這首是 620首詞裡面要選第一名就選這個 那你覺得一定很多人不同意吧 可是王國偉也投他一票 王國偉說他也同意這一點 他也認為綠樹聽蹄卷這首非常棒 就是把那麼多典故融在一起 擠於神形 一片神形 後人不能學 所以這兩個大家 都是批評的大家 文學批評的大家 都投這個綠樹聽蹄卷這個一票 所以我們一定要讀這首啦 所以你們只好辛辛苦苦的 來讀很多的典故 他人裡面典故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陳廷做的白語哉詞畫 他評了很多嫁軒和東坡 那現在我們來看他怎麼評呢 他首先說沒有嫁軒的財力 沒有嫁軒的胸襟 又沒有處在嫁軒的境地 你想要學在粗莽中見出成語 其可得乎 所以你學不來的啦 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他的整個的背景 你要光是學他的粗豪的那種地方 怎麼學得到呢 然後下面是講東坡和嫁軒的區別 東坡新地光明磊落 鍾愛耕於情性 故辭即超曠 義即和平 所以他是超曠而和平 不是執著 一個鑽牛角尖的深情執著 不是這樣子的人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也是 因為東坡身在北宋 雖然他也有新舊黨貞對不對 也有被貶責什麼 但是到底沒有亡國對不對 那經歷過亡國之痛的嫁軒 跟那個身在北宋的東坡 在這點上還是不一樣的 他說 嫁軒有吞吐八荒之氣 而機會不來 正則可以為鍋裡 為寒月 便則即為環溫之流雅 這個說得太過了吧 說他你看看 他是有吞吐八荒之氣 真是大英雄大豪傑 可是就是沒有碰到機會 誰敢給他機會呢 讓他帶兵他們絕對不放心的對不對 所以他如果是正面的 他就可以為鍋裡 那我問你們 他這個鍋是說誰啊 鍋子儀對不對 應該是吧 那李呢 李廣吧 我想 討伐匈奴的嘛 胡人的對不對 我想是李廣我不知道啦 那還有為韓月 那韓呢 是韓姓嗎 應該是吧 我不知道耶 因為他那個時代他也沒有說一定 還是韓世忠 搞不清楚 他就是這樣 那那個月當然就月飛啦 那如果他走了邪路 那就會變成環溫了 就是晉朝那個造反的囉 你看看 所以難怪人家不給他帶兵嘛 多危險啊 不能操控他對不對 所以他的詞呢 非常的豪雄 意很悲愈 你看豪雄悲愈 蘇星兩家各自不同 所以後人沒有東坡的胸襟 又沒有駕宣的氣概 漫無邊際的為歸斧 就是想要學他們歸斧他們 事行粗筆 只學到一個粗筆 所以後來那個鄺周寅 他那個匯豐詞話也說 人家說駕宣上的是粗帥 其實不是 駕宣是真帥不是粗帥 你沒有學到他的這個真就變成了粗 這個真和粗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真正有這種感懷 真正有這種性情 你才會寫出來 你光是學 是學他的形式 他的表面 那種形式好像很粗豪的樣子 結果就買毒還豬了對不對 那下面再說 駕宣詞粗粗茫茫 他很多詞真的看起來粗粗茫茫 傑傲雄起 那我覺得這四個字 駕宣這個人可能也給人家這種印象 傑傲雄起 粗潑老之上 這種方面 這種個性是勝過蘇東坡 蘇東坡完全沒有這種個性 絕對不是粗粗茫茫傑傲雄起的啦 對不對 蘇東坡他自己說他一肚皮不合時宜 對不對 頂多是文人啦 就是跟那個朝中政爭嘛 不合時宜 頂多是這樣 他絕對不是傑傲雄起的人 駕宣求勝於東坡 這邊我漏掉一個鬥點 駕宣求勝於東坡 豪壯或過之 而遜其清超 遜其忠厚 所以他說如果駕宣要跟東坡比勝 要勝過東坡的話呢 那可能他輸給東坡的 就是輕曠超越 而且呢忠厚 他認為東坡忠厚 東坡忠厚嗎 恐怕也未必 他講柯伯話的時候也很多 對不對 所以不見得是很忠厚 下面他說 駕宣池 今者直視一座貼翁城 堅而銳 銳而厚 縱饒千軍萬馬 亦衝突不入 板橋等背一擠瓦結矣 鄭板橋好可憐 他說他那個詞一衝就破 他把它比喻做一個防衛的非常堅固的城 不過這一定是駕宣的傑作 他這個重點在什麼地方 就是駕宣池的結構呼應非常好 你要明白這一點 他用那個鐵永城來比喻 就說他那個詞 就是等於是說長山之蛇敲頭尾巴就硬 敲尾巴頭就硬 敲中間頭尾都來硬對不對 他這個是他用一個城來比喻 像一個鐵永城 就怎麼樣攻都攻不破 堅而銳 銳而厚 千軍萬馬都衝突不入 就是你會覺得他的結構呼應非常好 看起來他都引用很多的典故 但這些典故不是亂用的 你仔細尋鎖他的脈絡非常的嚴謹 這就是用古人的書 而不是被書所用 這個就學不來 所以你就是要消化你才可以 你不是抄書就可以的 他說鎮板橋那些人的詞 一敲就碎了 就全部散掉了 就是沒有結構 那然後你們就去查那個 那兩手詞在第幾頁 因為他那個頁碼 就是一個就是那個 這孤天壯碎驚奇永萬夫的 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是這孤天 一個是破正子 好那我們只好下一次再講